有网友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和他结婚15年了 从一开始他就和女人聊天打闹 最近发现他有一个女的联系了三年了 我和他说这个事儿 他就翻脸 说我无理取闹神经 我该怎么办 没有底线或者是有底线却不坚持底线 结果只能彻底沦陷 当你的底线在对方的嘴中 已经变成了无理取闹的时候 说明他已经缺乏对你最基本的尊重 你现在要做的是 让这个男人重新恢复对于婚姻的敬畏感 而让他产生敬畏感唯一的方式 就是拿掉他原本应该珍惜 却没有珍惜的东西 到那个时候 他自然会回来找你 如若不然 那也说明你们不是真爱